那重点是这个 来各位老师麻烦你们准备好你的手机 请各位老师把你的手机拿出来 接下来呢这几个是可以在远距的时候跟小朋友互动的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假设我现在 布一个题目 各位这一个是一个远距分享档案的方法 不管学生在 课堂上还是在家里 你在做远距的时候 那这个地方其实他是一个资料夹 一个资料夹 那 他的作用呢是让小朋友可以把东西把档案丢上来给你 所以 你要怎么去用这个功能呢 各位 你这时候呢 如果你是在上课对不对 你就把你的课堂的QR Code打开 那请 如果他有事先有装Competion 那就请他把APP打开 在APP里面做扫描 那如果没有事先安装 没有关系 来各位麻烦你的手机或平板 请你扫描这个QR Code 他会启动那个网页版的 请你进来这个画面 各位麻烦你扫描一下 然后请你输入一下你的名字进来课堂跟我互动 麻烦各位扫描 用手机扫描或平板扫描都可以 扫描这个QR Code进来到我们的课堂 你会出现一个画面 然后问你 你的名字是什么 你就随便输入一个名字进来 然后他就会有几个按钮可以使用 我把这个图案放这边 我把它先关掉 那个还没扫描了 请请你就扫描一下 那么 各位老师 这时候你的上课的模式就蛮简单的 比如说你可以在上面 直接写你的题目 那小朋友呢他可能是 在他的计算纸或者是 布置上写对不对 写你的数学题 写完之后 你就叫他请你拍照 传给我 所以刚刚那个画面上面是不是有一个 小飞机 分享档案的小飞机 那假设 假设 小朋友已经写好他的答案 已经拍成照片 请 各位老师 你就用 那个小飞机把档案传给我 好那 现在请各位老师就假装你已经写好答案了 那你也 你现在随便拍一张照片 或者用你的照片库里面随便一张照片 请你用小飞机分享给老师 分享给我 好请各位 麻烦一下 好 点选你的分享档案的小飞机 把档案分享出来 那老师这边 就是我的课堂这边呢 我在白宝箱的这个 小飞机的功能里面 我就可以看到 大家上传出来的档案 好 所以 如果你 学生是照他的那个 席座布上面 计算纸上面 你就可以收到那个答案 那现在因为你们都没有写嘛 你随便丢一张照片上来 好所以老师这边只要开启这个分享档案的功能 就可以看到你们分享上来的东西 好就在这边 那老师呢就可以把他拉出来 放在画面上 好那你要稍微等他一下传输档案 好那网路很顺的话他会很快 好 那我这边因为我的手机网路比较慢 好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是小朋友分享给你的东西 好这是小朋友分享给你的东西 你就可以在这上面说 小朋友的 作业做得怎么样 好不好 OK 就可以在上面做讨论 所以这个小飞机 这个分享档案的功能 是我们在线上跟学生互动 收作业 一个蛮简单的 好用的方式 蛮简单好用的方式 而且在你 远距的时候可以直接使用 远距的时候可以直接使用 那这一个 资料夹 就会在你的本机上 或者在如果你刚有连接到你的云端硬碟 他就会直接在你的云端硬碟里面储存 所以这些档案全部都会在 所以你事后要做检合也非常的方便 OK吗 这个是远距就可以用的分享档案的方式 所以第一步 你要不提 你要请学生加入你的课程 所以你要把这个QR Code打开 打开请他加入课程 那加入课程之后呢 你就直接不提 在上面写 或者直接口头跟学生要求 请他把照片传上来 或者比如说你现在学三角形 请各位同学 拍一下你家里哪一个是三角形的东西 就把它传给老师 用刚刚 刚那个分享档案的功能 他就可以直接把 试料传给你 所以这个是最简单的 跟学生互动的交作业的方式 有没有 老师有没有问题 那现在 这个部分还蛮重要的 因为蛮简单好用的 各位你可以用你自己的myviewboard 你自己的 请你开你自己的 这个QR Code 然后用手机 扫描你自己的QR Code 然后自己演练一遍 这个部分我们就给各位 三分钟 可以吗 各位老师试一下